大家好 上一课我们讲了这个图片的三原色 那我们这一课来看一下这个图片的拼接 就是多张图片拼接的效果 我们如何去通过代码实现 效果呢 我们这一课实现的效果就是我这一块看的 横向的纵向的 两张图片合并在一起 然后多张图片合并在一起 那我们就是说在常见应用当中呢 这种功能增加图片的一个动向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原理当中 我们根据这个代码去如何实现 好 这里我布局文件里面呢 定义了一个三个ImageView 然后三个ImageView 三个ImageView里面我们就是说 横向第一个就比如说 定义一个方法 就是说特别返回的一个叫BeatMap 就是add bitmap 好 这边我 比如说我需要传两个 就first first bitmap 然后这一块呢 我再传一个叫second bitmap 好传两个传两个 传两个就是就比如说我这里打个注释 就是横向 横向 拼接 好 横向拼接 好我们同样一样 是创建一个什么BeatMap 创建BeatMap首先得需要个宽吧 宽高 好那这个宽高如何取呢 我们从这个第一个first bitmap 宽 就是它的一个宽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横向的 横向的是不是我们这一块 大家看一下横向是不是它 是不是有两个 然后再加上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second 第二个的宽 第二个的宽 才是要总宽度 好 那这个高度呢 这个是不是取一个最大的 取个最大的 取个最大的 那好 那我们用mess 是用max吧 好 它的get 它的什么呢 get高 然后还有一个second点 get高吧 好 这里面有个高 我们取一个最大值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new一个bitmap吧 new一个bitmap.create create 那我们这块高就是它 宽就是它 高就是它 然后我们这一块需要一个什么呢 config格式吧 好 然后我们最后再定一个画布 把这个画布 result放进去 config 首先我这一块 得需要 把第一个图片画上去 第一个图片画上去 好 那我把第二个图片是不是也要画上去 第二个图片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的位置 它是在哪呢 是从这开始 这是从起见到哪呢 是不是第一张图片的宽 好 那第一张图片的宽 first get with 0吧 然后 这边是呢 好 这是第二个图片 那好 那我把这个图片保存好之后 那我们把它保存到 SD卡吧 保存到画廊 我们的画廊里面去 好 那我们的画廊 地址是呢 那config格点 它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 就比如说时间嘛 这个格式叫什么呢 要点啊 webp 这是不是有个刻号 OK 那这个还需要一个什么呢 把这个放进去 拆开是吧 好 然后result 压缩一下 然后commit 这不是png吧 这是 我叫的是webp吧 100 然后是什么呢 然后是fail out of stream ofail out of stream 点 close吧 然后我 这一场我用统一来回收 好 这是横向的 横向是不是画两张图片 两张图片的位置 是不是不一样 然后 那我最后再把这个 再返回 横向的 那我们紧接着再写一个纵向 是不是这方法是基本上一样 我来复制一下 纵向 纵 纵向 好 比如说这个方法叫2吧 方法2吧 好 它是两个 两个的位置呢 就是说它这个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要的效果 这个 宽是不是 取最大图片的宽 高的话 是不是两个平坚 好 宽的话 这一次是不是刚好相反 好 宽的话 取的是最大的宽 get once 这一刻也是 高的话 这个相当于是 加上吧 把这个取掉 好 这是宽高 然后第一个图片呢 是不是0 第二个图片在哪呢 第二个图片 是不是 x轴是0 y轴是什么呢 y轴是不是 第一个图片的高度 第一个图片的高度 是不是 因为它到这 到这的位置 是不是 外主是不是 第一张图片的高度 所以说这个时候 它就是 0和第一张图片的高度 就从这开始往下画 好 这是纵向 纵向图片 这个也完成 好 横向 纵向 那我们最后再来定义一个 多张图片 多张图片 有多张图片 好 多张图片 VD BitMaps 这叫3吧 BitMaps 比如说我这里定义一个五张图片吧 比如说 2 3 4 5 好 我这里有五张图片 刚开始的时候 那我这个五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PT当中 五张图片的宽 宽 宽是不是第一张第二张 去 相加 第一张和第二张宽相加 和第 三张 第四张宽相加 取一个最大值 上面这两个宽的加 和下面这两个加的值 取一个最大值 那好 既然取一个最大值 那我们就这个宽度 宽度 宽度等于什么呢 这Maps Max 好 Max 宽度 我们说了 取第一张图片的 宽 宽 宽 加上第二张图片的宽 和第三张图片的宽 加上第四张图片的宽 求一个最大值 然后 我们再求一个高 高 高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高 高是不是 第一张和第三张加上 与第二张和第四张 加上高 求一个最大值 好 那么还是一样 求一个最大值 就是说 第一张的高 高 加上第三张的高 以及第二张 的高 加上第四张的高 吧 求一个最大值 好 这是宽高 定义好了 宽高定义好了 同样 这一块是一样 这一块是一样 然后 然后 进行绘制 绘制第一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 0 然后呢 第二张图片 第二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第二张图片 第二张图片 是不是 x轴是 第一张图片的宽 高 是不是0 好 第一张图片的宽 第一张图片的宽 然后高是0 好 那第三张图片 第三张图片 我们来看下第三张图片 三张图片 x轴 是不是0 y轴是 第一张图片的高 好 x轴是0 y轴是 第一张图片的 高 然后 这一块是 那 然后 第几张 第四张图片 第四张图片 是什么 我看一下 第四张图片 第三张图片 是x轴 是不是表示的是 第二张图片的宽 y轴表示的是 s轴表示是 第 第三张图片的宽 和第二张图片的高 第三张图片的宽 第三张图片的宽 和第二张图片的高 好 第五张图片呢 第五张图片 第五张图片 我取的是不是 第一张图片的一半 和第一张图片宽高的各一半 好 第一张图片的 宽一半 高一半 就是中间吧 好 取完这个之后 那我们最后再把它 保存一下 好 横向 那我们这一块 先 创建 bitmap 好 先把bitmap 创建出来 然后把这墙转成bitmap drop 然后第二 get图片 取到图片之后 那好 那我把这个图片放进来 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一张第二张 我们一样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imageview 我们给它设置 那第二 第三个 分别设置不一样 每个变量 然后第二个 这个取的是不是 我们的方法二 这个也是二 这个三嘛 这个方法取的也是三 但是这个变量呢 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 五个吧 好 那我们这次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 我最终画的这个 是不是有效 其实大家看一下 我这位 刚才给大家演习的 这个过程 是不是不太难呀 其实就是一个绘制过程 和最后把图片保存 到相册里面去 重点 你要把握什么呢 你要把握这个宽高 因为这个宽高 它是有多张图片 这个时候 你得计算它的位置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 在画的过程中 你要计算它的坐标 因为它这个坐标 不一样的话 你画出的位置 肯定有所偏差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这个多图片拼接 多张图片拼接 重点要掌握的 就是这个宽高 掌握图片的宽高 画部的宽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拼图 看 我给大家画的 这个和这个PET上 应该一样吧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 你的重点要编画 你脑子要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坐标 想它的位置 从哪到哪 从哪到哪 看这个位置 就应该这样 这样的话 我来的相册是 应该是有了吧 你看 这是我刚才 以前做的 那个什么呢 就那个 涂鸦 然后这是我刚才的图片 你看 我把删除 删除 我再次删除 我把全删除 我们再来一次 好 还有一张 好 删除完了 删除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这是三张图片吧 拼接完成 拼接完成 我来相册看一下 好 这三张已经有了吧 这 这就是我们这一刻 重点要讲的 和集体 大家要掌握的一个功能 就是项目当中 有可能会用到 然后我就多张图片 同时拼接 及其拼接的方式 不同 那好 那我们这一刻呢 就是说 就讲到这里 下一刻我们继续